杨阳杨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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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一个问题 没有那我就问一个时候轻松一点 好好嘞好嘞好嘞换一下换一下 你最近一次说我想你是什么时候 跟谁跟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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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啊我我这个人 真的真的不是一个真是有一说一了 我跟我妈我爸说的因为我拍戏特别累 我第一次去长沙录节目的时候 我就已经非常崩溃了 心理状态又不好 我特别想我妈我爸 我给他们打电话 我说我想你们了 我下一站去成都 我妈我爸来了 在酒店 在哪 在哪 那你来了 他不耽误我工作 现在不工作了 对不起 还带你脉脑 我为什么说我没睡觉你知道吧 因为我早晨五点多到酒店的时候 我妈我爸还醒了 我给他俩一顿亲 我说我一会去工作了聊会天 我就乱 多好啊 哎呦真幸福 哎我觉得这种这种感情好 真好 这种感情好幸福 我妈妈这会也在隔壁呢 哎你们你们都是会跟父母说这样 就是这种话的人吗 我到现在没有说过 我跟我妈会 我跟我爸不会说 但是我跟我妈 我跟我妈会 我还亲我妈的 趁着我妈的来逼一叭 我 我是属于只要打电话挂电话 见我妈我我爸面 就一定得亲的 从小就开始亲 真好 从小就开始亲 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 太过于含蓄 而且很多时候是压抑了自己该有的东西 今天早上我开工的时候 我不化完妆了吗 我妈我爸要来亲我 我说我化完妆别沾你们脸上了 我亲你们俩 我亲完之后我走的 一堆红嘴唇 你看这 你是不是化口红了 你是不是化口红了 没没 你是不是化口红了 颜色 所以说呀 很多东西啊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现在真的跟你们说句话 我可能这是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是要家里出事 甭管拍戏不拍戏 扭头就走 哪怕我赔你钱 家里是最关键的一个港湾 一切的东西都不重要 所以你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阶段 都没有错 对